我叫Alan吴詠麟 我是80後來自中國香港 我現在的職業就是動作指導和動作導演 當時我記得是99年 TVB有一個動作特技演員訓練班 當時我考了進去 然後就在裡面訓練 我在TVB當舞師的時候 就做了8年 其實我基本上大哥的電影 1999年後的電影都有參與 海報就是我們之前拍過這麼多電影的海報 Sintu Good Story 《光虎之王》 《大兵小將》 《光虎舞》 這些電影裡其中我也有參與 我不知道怎樣告訴你 做龍虎舞師的辛酸 我受過很多傷害 其實我之前拍《趙氏孤兒》 有一個動作是差不多2、3樓那麼高 就要做一個反應 踏下來 但在下面是甚麼都沒有 當時指導說 可以不可以嗎 然後我還說 來吧 他們又在我心裡很害怕 你知道嗎 我記得當時踏下去時 他鋪了一些沙 沙那麼高 一、二、三 一踏下去 整個沙 有一個人印在 旁邊有很多遊客 那些遊客看到我做一個這麼危險的動作 然後他們就拍手掌 然後我自己 嗯 你明白嗎 那時候還在那一段 好像很厲害 其實自己也很害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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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06年就開始來內地拍戲了 因為我看到香港的市場慢慢萎縮 和內地的市場慢慢擴大 那對於我們年輕人來說 就是說機會比較多 不用研究的時間 我去水泡啊 水泡啊 我剛剛拍完一部叫《攀登者》 對於我來說 我的壓力是非常之大 因為例如吳京老師 他拍過很多動作戲 他是一個前輩 一個很有經驗的動作演員 一動 對一動 我接一動 我要設計這場動作 他又喜歡大家拍出來的效果 這樣你才為之成功 好 漂亮 其實你說做龍虎舞師 是很辛苦 問題是你要去堅持 為何這麼多年來 一直都會堅持下去 就是每個人都有一個夢想 有一個英雄夢 我自己的夢想去奮鬥 第二三判 第二判 對 對 看著他 對 我覺得我是將中國香港 以前老一輩的龍虎舞師 傳承下來給我的精神 我繼續將這個精神延持下去 帶給我們新一代的成家班 他們是傳承下來給我們 我們要傳承下去給下一代